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主和粉丝们愿意买单 娱乐圈30家的姐姐挤破头皮上节目 节目组可选的艺人增多 公演舞台和真人秀的观赏性整体得以提升 浪姐四一公舞台过后 五位姐姐遗憾出局 二十八位姐姐迎来阵营PK战 精彩的舞台对决过后 八个小组的成绩也随之出炉 谢纳队和黄丽灵队组成的阵营总成绩排名第一 全员晋级 阵营内获得两个新成风创始人席位 艾拉队和支服队组成的阵营总成绩排名第二 同样全员晋级 阵营内获得一个新成风创始人席位 刘亦云 谢新的成绩在八个舞台中排名第一 他们也获得一个新成风创始人席位 根据赛制 带定的三个队伍中 人际排名靠后的四位姐姐暂别舞台 由于排名第二十六的无忧提前安全晋级 李莎文子和徐怀玉又并列第二十三 第二十四名出现空缺 所以最后只淘汰三位姐姐 他们分别是排名第二十五的赵丽娜 排名第二十七的李彩化 排名第二十八的汪小敏 而随着浪姐四二宫比赛的落幕 二十八位姐姐的个人喜爱度排名也正式出炉 谢纳逆袭至第一 刘亦云屈居第二 人气四巨头重新洗牌 朱朱支服 实现弯道超车 艾拉 刘希君调出前四名 出舞台和一宫舞台人气爆发的美伊里牙 二宫人气排名降至第十 宫琳娜 孙月 曲颖 邱慈轩等姐姐 人气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二宫中有着抢眼发挥的曾可妮 吴倩 吉娜 谢心等姐姐排名有所提升 《浪姐四》节目播出后 艾拉 刘亦云 谢纳 刘希君四位姐姐一直呼声很高 无论是网络投票还是公演现场投票 他们四人的人气始终居高不下 一宫舞台刘亦云 艾拉 谢纳 刘希君四人的人气排名 刚好是前四名 形成了人气四巨头 让人想不到的是浪姐四二宫舞台 人气四巨头全面洗牌 谢纳 刘亦云 朱朱 知福四人排名进入前四名 组成全新的人气四巨头 谢纳的乘风之旅注定伴随着荆棘 从她参赛的那一刻起 各种争议便扑面而来 出舞台和一宫舞台 谢纳因为高票数和高人气成了热门人物 她所带来的龙拳舞台也备受质疑 但有国民度加持 谢纳的人气排名还是稳居前三名 二宫舞台 谢纳继续挑战唱跳风格的舞台 面纱虽然拿下了不错的成绩 但歌曲因为难听上了热搜 谢纳依旧没有逃过网友的指责 但谢纳的人气不降反声 二宫直接逆袭至第一名 这个结果出人意料 也引发了很多人的质疑 海外女团成员刘亦云 从浪姐四出舞台 便展现出过硬的舞台实力 一宫带队弥补短板 团队中的多位姐姐舞台表现出圈 刘亦云本人的业务能力和领导能力 获得认可 人气排名也逆席至第一名 浪姐四二宫舞台 刘亦云继续散发舞台魅力 她与谢心强强联合 贡献了二宫中口碑最好的舞台 从头最后拿下了两次公演舞台以来最高的票数 刘亦云的实力也彻底藏不住了 唱跳拳都在线 本以为还会稳坐第一的位置 没想到最后输给了谢纳 结果多多少少有些遗憾 猪猪和知福 两人在二宫舞台上都贡献了精彩的舞台表演 人气排名也都实现大幅度提升 猪猪和大Vocal黄丽玲同框演唱 依旧不怯场 整体表现惊艳 唱功获得认可 人气排名来到第三名 知福在迷迭香舞台上高能不断 不仅秀了高空技巧动作 唱跳也全都在线 中文发言更是出乎意料的好 拿到人气第四名的好成绩也是实至名归 两次公演舞台过后 艾拉除了舞台实力圈粉外 她的个性魅力同样征服众人 作为队长面面俱到 舞台上指导业务 舞台下成为团队的心灵导师 不过艾拉在二宫舞台一带三明显带不动 个人的成绩也受到影响 人气排名调到了第五名 从两次公演舞台的内容呈现来看 刘希君的舞台表现算是稳定 莫扣实力也获得了认可 但缺少让人惊艳的内容 加上团队舞台整体较为平淡 人气排名也从第四名调到了第八名 浪姐四一宫舞台 徐怀玉因为滑水遭到重巢 一宫人气排名也不理想 最后卡位晋级 她本人面对这样的结果也很愧疚 直言自己对不起队友 二宫舞台徐怀玉、张嘉妮、赵丽娜三位姐姐被剩下来了 他们自动组成自由组合 在队长张嘉妮的带动下 谢欣、刘亦云、宫琳娜等姐姐也急于指导 徐怀玉重拾自信心 她在舞台上终于有光了 演唱部分很出彩 舞蹈部分也没有拖后腿 巧合的是徐怀玉二宫舞台排名第24 再一次卡位晋级 徐怀玉在《浪姐四》节目中经历了很多磨难 相信这两次卡位晋级也会给她带来更大的鼓励 面对这一次的结果 徐怀玉表现得更淡然 她开始享受团队的氛围 也开始真正融入到团队当中 二宫舞台上黄丽玉、曾可妮、谢欣、吉娜姐姐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 她们的成绩也有了质的提升 但也有很多姐姐表现不尽如人意 人气排名也出现下滑 美伊丽牙所在的带我去找夜生活小组 因为大床垫而发挥失常 舞蹈部分堪称车祸现场 美伊丽牙的唱跳实力完全被隐藏 她的人气排名也大幅度下滑 从第五名降到了第十名 Levertating整体表现缺少亮点 大姐大孙月两次公演舞台没有大的突破 唱跳实力更是没有凸显出来 人气排名下滑至第十三名 如果孙月还是不能跳出舒适圈的话 下一次公演人气排名还会继续往下滑 就此炫凭借爆款剧《回家的诱惑》 积累了路人员 在节目中的人气也一直比较靠前 但是两次公演舞台短板暴露太明显 人气排名也出现下滑 直接调到了第21名 距离成团位越来越远 随着浪姐四二宫比赛的收官 25位姐姐顺利晋级 赵丽娜 李彩华和汪小敏三位姐姐遗憾出局 赵丽娜的出局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 作为运动员能够坚持到二宫舞台已经非常不错了 面对这样的成绩 赵丽娜全程表现落落大方 没有任何的遗憾和失落 更多的是鼓励其他姐姐 赵丽娜淘汰时也不忘让大家关注中国女族 非常有担当有格局的一位姐姐 回家的诱惑的滤镜还在 没想到李彩华早早出局 只能说带我去找夜生活这一组都被大床店坑惨了 李彩华遗憾出局 李莎文子也卡位晋级 节目组在舞台设计上真的得走点心了 在三位出局的姐姐中 汪小敏最让人一难平 作为花儿朵朵和一生所爱大地飞鸽两个节目的冠军 汪小敏的舞台实力不容置疑 她在浪姐四两次公演舞台上都留下高光时刻 观众也记住了整个可言可甜的宝藏姐姐 遗憾的是汪小敏输给了人气和咖位 汪小敏之所以会出局 Levitating这一小组的其他姐姐都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 在二宫小考中 他们为了力保陈奕涵 亲手把唱跳实力更强的许晶韵投出局 他们也为自己的任性买单 只是卡位更小的汪小敏最后成了牺牲品 被大家保送晋级的陈奕涵 在二宫舞台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人气排名来到了第二十二名 成为姐姐中进步比较大的一位 对于浪姐四人气排名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转发 打赏转发 打赏转发